鲨鱼作为海洋中的霸主之一,长期以来吸引了人们的关注。 它们不仅是食肉动物的代表,而且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现存云有500种不同的鲨鱼种类,包括大白鲨、虎鲨、垂头鲨、金鲨等。 这些鲨鱼分布广泛,几乎遍布全球海洋,从潜水区到深海都有它们的身影。 鲨鱼的进化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4亿多年前,比恐龙出现还早。 鲨鱼属于软骨鱼类,它们的骨骼主要由软骨构成。 这种结构赋予了鲨鱼独特的灵活性,使其能够迅速转向和高速游泳。 这种软骨结构的优势在于,它比喻骨轻,更适合快速运动的需要。 同时,鲨鱼的皮肤上覆盖着类似牙齿的硬鳞片,叫做皮齿。 这种结构不仅增加了鲨鱼的防御能力,还能帮助它们在游泳时减少水足。 鲨鱼没有鱼表,因此它们必须通过不停的游泳来保持福利。 鲨鱼的潜水能力因种类而异,但许多鲨鱼能够在极深的海洋中生存和捕猎。 一些鲨鱼,如大白鲨,通常在较浅的水域活动,但也可以潜入超过一千米的深度。 深海鲨鱼,如格陵兰鲨,可以长期生活在深海的极寒和高压环境中。 鲨鱼的牙齿是它们的另一项特色。 鲨鱼一生中可以长出拨打三万颗牙齿。 牙齿在不同种类的鲨鱼中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和功能,适应了它们各自的实行。 例如,大白鲨拥有锋利的三角形牙齿,适合切割和撕裂猎物。 而垂头鲨则拥有独特形状的牙齿,适合捕捉软体动物。 鲨鱼的牙齿排列成数层,损坏的牙齿会迅速更替, 确保它们始终保持锋利的捕猎工具。 鲨鱼的腮是其呼吸的主要器官。 水从腮中流过时,氧气被有效地吸收进入血液,为其提供必要的能量。 鲨鱼的感官系统异常发达,其嗅觉极为灵敏,能够探测到海水中极低浓度的血液。 这种敏锐的嗅觉使它们能够在广阔的海洋中准确找到猎物。 此外,鲨鱼还拥有洛伦兹胡缚,这是一种特殊的电感应器官能感知猎物产生的微弱电场。 特别是在捕猎那些藏在沙子中的猎物时,这一感应器官显得尤为重要。 鲨鱼的势力也非常优秀,尤其是在低光环境下,它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周围的环境,增加了它们的捕猎成功率。 作为海洋的顶级捕食者,鲨鱼的食性广泛,从小型鱼类到大型海洋哺乳动物。 大多数鲨鱼是昼孵夜出的动物,晚上捕食更为活跃。 不同种类的鲨鱼采用不同的捕猎策略,有些鲨鱼会成群结队进行合作捕猎,而有些则独自行动。 大多数鲨鱼平均每周进食一至三次,甚至有些种类在食物稀缺时可以忍受数周不进食。 然而,当捕猎时,鲨鱼能够一次性摄入大量食物。 例如,大白鲨可以一次吞下几十公斤的食物。 这样的进食漠视使得它们在长时间内无需再次密室。 虽然鲨鱼是海洋中的顶级捕食者,但它们也有一些天敌。 成年鲨鱼的主要天敌是其他更大的鲨鱼,例如虎鲨和大白鲨。 此外,虎鲸也以某些鲨鱼为食。 对于幼鲨来说,它们的天敌还包括大型鱼类、海鸟和海豚。 鲨鱼的繁殖方式也极为多样化,包括卵生、胎生和卵胎生等。 卵生鲨鱼通过产卵繁殖,幼鲨在卵中发育后孵化出来。 胎生鲨鱼则在母体内完成发育,直接生出幼鲨。 而卵胎生鲨鱼在母体内孵化卵后再生出幼鲨。 有些种类的鲨鱼在出生时就具备相对较强的生存能力,而有些则需要长时间的母体照顾。 大多数鲨鱼的繁殖周期较长。 有些种类甚至每两到三年才会繁殖一次。 鲨鱼的繁殖方式与其栖息地和食性密切相关。 不同种类的鲨鱼在繁殖时选择的地点和方式各异。 繁殖方式的多样性使鲨鱼能够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保证种群的延续。 鲨鱼的寿命因种类而异。 一些大型鲨鱼如大白鲨可活到70岁以上。 而一些较小型的鲨鱼寿命则相对较短,通常只有20年左右。 鲨鱼的适应能力使它们能够生存数亿年的关键因素。 它们能够在从极地冰冷水域到热带温暖海域的各种环境中生存。 一些鲨鱼种类甚至能够忍受低氧环境。 这种适应能力使它们能够在被其他鱼类视为不适宜居住的环境中繁衍生息。 鲨鱼的多样性还体现在它们的体型上。 从只有几厘米长的小型鲨鱼到超过12米的金鲨,鲨鱼种类的体型差异非常显著。 这种体型的多样性反映了它们对不同生态位的适应能力, 使它们能够在广泛的海洋环境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鲨鱼的认知能力是它们引人注目的特性之一。 尽管鲨鱼通常被视为简单的捕食者, 但是研究表明它们实际上具备相当的学习和记忆能力。 例如,鲨鱼可以在复杂的迷宫中找到食物, 并记住这些路线, 这表明它们拥有空间记忆能力。 鲨鱼的学习能力也让科学家们惊叹不已, 它们能够通过观察同伴来学习新的狩猎技巧。 这种学习行为在其他海洋生物中较为罕见。 尽管鲨鱼是典型的冷血动物, 其体温通常与周围的水温相同, 但是一些鲨鱼如大白鲨和鼠鲨具有部分热血的特性。 这些鲨鱼通过特殊的血管系统,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体内部分器官的温暖, 特别是肌肉和脑部。 这种能力使它们在寒冷水渔中仍能保持高效的捕猎能力和迅速的反应速度。 需要注意的是, 对人类有危险的鲨鱼种类主要包括大白鲨、虎鲨和牛鲨, 它们因攻击人类的记录而闻名。 相比之下, 大多数鲨鱼种类对人类没有危险, 如鲨鲨、护士鲨和大部分小型鲨鱼, 它们通常不攻击人类, 甚至有些种类使温和的律师者。 除了这些科学意义上的知识点, 鲨鱼还有许多令人惊叹的有趣特性。 研究发现, 一些鲨鱼种类几乎不会患癌症, 这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极大兴趣, 希望能从中找到抗癌的线索。 此外, 鲨鱼的休息方式与人类不同, 它们不会完全进入睡眠状态, 而是通过减少活动和降低新陈代谢来进行休息。 这种方式帮助它们保持警觉, 随时准备捕猎。 短期针鲨是鲨鱼中游泳速度最快的种类, 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的惊人速度。 一些鲨鱼种类, 如公牛鲨, 能够在淡水和咸水之间切换生存。 这种能力使它们可以进入河流和湖泊, 扩展了它们的生存空间。 鲨鱼的社会行为也非常有趣, 尽管许多鲨鱼是独居的, 但一些种类表现出复杂的社会结构和合作捕猎行为。 格林兰鲨是一只寿命最长的脊椎动物之一, 其寿命可超过400年。 这种长寿特性让它们成为科学家研究的活化师。 鲨鱼的静默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性。 由于没有生带, 鲨鱼完全依靠身体的运动来推动自己前进, 而不是通过发生。 这种无声的游泳方式使它们成为海洋中最隐秘的捕食者之一, 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进行前行捕猎。 然而, 由于过度捕捞, 环境污染和栖息地破坏, 许多鲨鱼种类目前面临着濒临灭绝的风险。 国际社会为此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 包括限制捕捞和设立海洋保护区, 旨在保护鲨鱼的生存环境, 确保它们能够继续发挥其生态角色。 除了它们的生态重要性, 鲨鱼还在一些文化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在许多沿海地区, 鲨鱼被视为力量和保护的象征, 而在其他文化中, 它们可能被视为危险和恐惧的化身。 这些文化观念影响了人类对鲨鱼的态度, 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鲨鱼的误解和过度捕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